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要錄這個日檢考試的故事 這個是二二年十二月的這個考試心得 然後這位同學他是考五級 考五級考了150分超級高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成績單 你看他第一大題跟第二大題 滿分 然後聽力是拿60、30拿一半 所以他總分是 150分 那150分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日檢五級 只要總分是180,你只要拿80 一半是90嘛,你只要拿80 所以是 一半不到你就可以及格 可是 這位同學 他是考150 所以比及格80分還多了70分 這可能是100個人才一個 100個去考他可能排 前一趴 你又知道這個多厲害的 所以他 第一大題跟第二題考滿分 那我們來看看心得 那 通常考滿分 不是 第一大題跟第二大題考滿分 他聽力有哪一半 這個那麼高的分數不是僥倖 代表他讀的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到底讀了多少書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看心得 他說他50多歲 他是科技業 他是一個 職業婦女 他說大家好 我學日文的起心動念是 因為我兒子交了一個日本女朋友 而我也 正想 就是我也想要計劃多培養一些興趣 於是去年大概3月的時候 2020年3月的時候 從這個網路上 就是從這個50英 大家這邊也開始學 但總覺得不是很有系統的學習 直到幸運的找到老師的網站 發現老師講的 講的這個什麼 文法啦 巨型啦 我是聽得懂 於是我就很 規律的開始跟著我的影片學 那我大概回憶一下 去年的時候這個學生有找我 找說他有看我的影片 然後他說他上課 他說 他 那個時候大概3 4月吧 3 4月吧 他說 我就說那個 7月要報名那個日檢了 那要不要報名 他說他慢慢學就好 他沒有一定要考試 因為 他沒有要考試 他就是慢慢學 他覺得 學學這個還蠻好玩的 就慢慢學 然後他那個時候有傳這個給我看 大家看一下 他那個時候就有傳那些筆記本給我看 他說 老師你上一課講的東西好多好多喔 他很努力的在抄 你看一下 他50英就抄一疊了 然後第1課 抄一疊這麼多的筆記 第2課抄一疊這麼多的筆記 第3課抄一疊 一直抄一疊然後這樣一直抄抄抄抄 他大概 讀到大概30課的時候 讀到30課還是20幾課的時候就 就去考日檢N5了 所以大概從去年 大概開始學 然後到年底去考N5 你看他抄的筆記這麼多 抄的筆記這麼多 我會嚇到了 這個學生怎麼那麼用功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的筆記內容是這樣 這個是他筆記內容 你看這個什麼 這是劇形嗎 你看他抄的內容 非常的詳細 來看 其他章 這個 這個是他 幾月幾號讀了哪些東西 他都有寫下來 你看一下 超多的 有沒有 這個是 他的筆記的內容 他寫的很確實啊 看看 Tabel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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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unique 沒有辦法吃牛肉 你看他寫的很確實 他抄的非常多 他幾乎是把我 上課講的每一句 都抄下來的 我覺得有這種感覺 然後他還有做這個很確實的學習 這個叫中藝本 中文翻譯本 因為他這個學生他比較沒有要拼檢定 他是說他想要拼聽跟說 那我說你可以買那個大家日本語的課文中藝本 然後你把 他就是 課本的每一句日文他全部翻成中文 然後我說你可以看著這個中文去練翻日文 所以他就 你看一下 他這還要寫這個次數 這要練習翻的次數 請等一下 你可以 我 我來幫你拿行李把 你摸著 摸起島修改 我來幫你拿行李把 Mira-san Mira-san現在正在打電話 所以他就 一句一句的翻 他就這樣練習 那 如果你可以做這種 中 中文翻日文的這種練習 一句一句的翻的話 你考試 這個比考試還要難 你覺得考試會考超級高 為什麼 你要可以翻得出整句 第一個你單字要背嘛 你基本構造要會嘛 句子基本構造要會嘛 第三個要放什麼住詞 然後什麼文法你都要會嘛 所以這個比考試難多了 所以如果你有做這個練習的話 你那個N5N4考試 大家日元一到五十課 你有做這個中文字練習的話 一定要考報告的分數 因為這個比考試難難太多了 因為他主要是要拼說跟聽 為什麼 因為他去去年 就是二零二 二零二年開始學的時候 就是 原本一開始就學 很有興趣的 好玩的學習 沒有想到 好像快到年底的時候 那個他兒子 他兒子去外國讀書 就帶回一個女朋友 這個女朋友是一個日本美媚 好 然後這個日本美媚到他們家 我聽他講 他說他到他們家玩一個 一個月 然後到處帶他去玩 然後他就好家在 好險有學日文 所以可以講一點 可以應付一下 那後來他就 他好像就跟我講 他就覺得 好像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日本美媚要在我們家住這麼久 要玩那麼久 就是如果是兒子的女朋友 對然後後來是 後來是說 他問他兒子 他兒子好像已經去 已經去日本 去北海道 已經見過女方的父母了 然後 然後女生的父母好像 之後也要來台灣 然後他就他心裡就有底了 可能兒子要 跟這個日本美媚結婚 那以後會有 日本媳婦 還有 日本的親家 還有日本的親戚 搞不好以後還有日本孫子 所以他現在學日文就 更努力的在學了 那他還有 就是他有那個 這個大新書局有出這個點讀筆 大新書局這邊有這個有個筆 有沒有那個筆 你點每一句都會發 你點每一句課文他都會念出來 所以 那你點這個也會喔 你點這個中文的還是點日文的課文他都會念 他都會念一句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都是用點讀筆在點 然後一直跟著念 一直跟著念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要 練那個講日文 他 將來要 將來二三十年可能有 一大堆日本親戚有 他可能要一直講日文 所以他這個是 學以致用啦 我們再看一下 然後他還有 你看一下 那個我上課有講說哪一首日本 日本歌好聽 他也有去把它下載來 然後去有去學 去學唱這些日本歌 他可能以後有日本親戚他可能也常常要去唱卡羅OK啦 所以他也是要學幾首日本歌啦 但是我上面講的是很老的 像這個 Telesa 10 Telesa 10就是鄧麗君 鄧麗君的這個 我只在乎你的日文版 因為鄧麗君 他有一段時間跑去日本 而且在日本的歌壇也是混得很好 得很多獎 因為他唱歌真的太好聽了 而且鄧麗君的語言天分很厲害 他去日本 就是 去個兩三年 發現他日文還會講 就是很厲害的人 那這個是這個 他說他有 就是教科書是有買的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書的話 他可以去這個 參考書什麼的話 如果讀書館借得到就讀書館借 所以讀書館可以借到一些書 因為N5的書一大堆 反正 參考書館 要是我都會買回來啦 然後都放在家裡收集啦 因為我是 做這行業的 反正就是你看到這些就是 他真的非常用功 你看到這個 每一刻的筆記就是一疊 每一刻的筆記是一疊 然後他也有做這個聽力的這個就是 解讀品的一直跟著念 只是說他聽力比較晚聽 所以 聽力的分數比較沒有拉起來 不過這個分數已經夠恐怖了 這個分數已經超恐怖了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 好所以 DK學的很有興趣嘛 那第二個是說他兒子 有一個日本女朋友 搞不好以後有日本媳婦 日本孫子日本親家 所以 他就很努力的學 好那我們看一下 他說他是職業婦女 只能 利用有限的時間來讀書 然後他 我又容易分心 所以我是比較佛系的念 而且就是說 很多台灣的 學生 其實他們對自己讀日文是 考試就是去考試 他們是有點害怕的啦 他們覺得 日文決定好像很難喔 會不會考不到 會不會 考不到很丟臉之類的 然後每個都說 不想去考啦 幹嘛考這個 但是我看到這個學生的讀書量 貼那個他一刻 筆記超這麼厚給我就說你去考 你就會考到 而且你會考超級高分 你到時候一定要幫我寫筆記 因為 沒有人像你讀書 讀書這麼用功的 不會每一刻就超這麼多 你懂意思嗎 而且還做那個中三日 還一直跟念練習 什麼他都有做 而且有寫這麼多參考書 所以他的分數已經超級高 所以我一直拜託說你一定要去考 你一定要有信心 所以他就 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在搜尋相關資料 但找到有趣的新聞很開心 所以樂在其中 OK 那這個同學應該有看我上的那個簡單新聞啦 我這個 YouTube上面有上簡單新聞 如果你考4級還是考5級的 你考 考如果是考4級的 最適合的是4級的 那你5級的話 至少要讀到20克以上 然後你看看幾段新聞你 你如果看很多的話也是很加分的 所以他一天大概念3個小時 一週一刻的這個龜速的進度 就讀很慢進度 慢慢的調 調整適合自己的方法 然後他的讀書方法第1個是什麼 第1個我會記錄學習筆記 我會記錄學習筆記 哪一天有看書哪一天沒看書看多少 我會記錄學習筆記 通常早上 先列出一天 讀書的小目標完成之後把它 再把它劃掉 第2個 單字卡隨時背 他有這個單 單字卡隨時背 你如果看很多康告他們都在背單字 第3個手機 隨時聽讀 那手機他就是 課文NP3然後隨時 給你聽 老師的影片每一課都做筆記 他的筆記每一課都做超厚的 每天用點讀筆跟讀 文法系讀 就是 你點讀筆點那個課文 你點一句他就唸一句 然後他就可以唸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你這樣唸久的話 你就會習慣講日文了 懂齁 我是覺得這樣啦 我是覺得就是 他 他兒子有個日本 那個女朋友嘛 以後可能是日本媳婦嘛 那 他現在有學日文了 但是以後 如果我覺得他兒子如果 嫁進來如果住台灣的話 我會要如果是我的角度 我會要求他學中文啦 因為他在台灣住嘛 我會要求他學中文 然後 我會要求 之後如果有孫子的話 孫子也要學中文 你孫子如果是 孫學了嘛 你會中文又會日文的話 其實以後對這個小孩會比較有幫助吧 好啊這是我的觀點 所以他說每日用點讀筆跟讀 每天就是課本就是 一句他就跟著念 一直跟著念 他說一句好像要念五遍十遍 這樣子 好 他文法細讀 OK 文法就細讀 他說讀新的一課就複習一課 然後會背每一課的中翻日 就是 每一課他都買那個中翻日的 課本然後 去練習這個中文翻日文 這個非常好用啊 你看他就是 他 他讀書量很多 而且讀得很確實 而且用很多方法在讀 所以 讀到課本幾乎都背起來 才有辦法考那個分數 第八就是學唱日文歌 有一些日文歌 幫我聽的可以學 學一下 會比較有興趣 然後一開始跟著 影片做筆記 不懂的地方 我會寫下來 準備問老師 後來發現 只要按步驟 只要按步就班了 跟了老師的影片 一課一課讀下來 其實解答就在 老師影片的細節中 因為 我因為我教的很細講的太多了啦 所以你如果你是一課一課讀下來的話 會遇到新的問題很少啦 因為我已經教十幾二十年了 那我被 很多同學問過無數的問題 所以我知道 同學在 讀這個日文的話 初級的話 中級 你們的問題點在哪裡 那我再上到這裡 我自己就自己會先講了 不用你提出來 我就會先講了 因為 大部分人在這裡 都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因為老師 不管在哪一課 只要遇到文法 就不厭其反而再講解一遍 所以我一樣的文法 我可能講到五遍 十遍 所以 傳說中的 貼型啦 動詞貼型 還有什麼 普通體啦 MAX體啦 基本體啦 這些關卡 我覺得沒有特別困難 如果有不懂的話 就是多花時間 多花時間讀啊 多看幾遍就會 就會順過去的 有一些基礎文法 我上課上完的話 你還是要去背啦 你要把它背熟嘛 背不熟沒關係 因為這些文法 他那個課本設計說 你這些文法 假如下一課 下下一課 下下一課 它就無限 無斷的 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 如果出現一次的話 我就講一遍 講一遍 那你聽了幾遍的話 聽了十遍二十遍 也會背得起來啦 剛開始只是想單純的學個興趣啦 經過老師多方的鼓勵說明 檢定權方面的好處 OK 就是因為 我的學生 我教的量太多 學生的讀書量太大了啦 只是 就是你不能只看影片喔 你看過去的話 你也要把你都背起來 要把它啃起來 還要聽過去 還要寫題目 還要做什麼中三日 什麼更讀什麼的 如果你都有做到的話 你要考到檢定 拿到證書是輕而易舉啦 但是很多同學他就是只有看影片 他沒有去背裡面的東西 所以他就是 似懂非懂 可是考出來的時候就不好考 因為你要背得很熟才有辦法 因為他陷阱你太多了 那就是你程度已經讀 你已經讀這麼多了 那你再去拿個獎狀嘛 順便嘛 拿獎狀還不錯啊 除了讀寫還可以訓練 聽的量 等 等等有沒有 用那個對 聽NP3 然後跟著念喔 然後報名N5之後 花比較多的功夫在 聽力方面喔 因為報名N5已經9月了啦 這9月才開始聽的話 剩兩個月會 時間有限 為什麼 你聽 你聽課本的NP3 課本NP3對於考試來講 是過於簡單 所以你要 你課文聽熟之後 你一定要 能提早幾個月就提早幾個月 趕快去聽那個 DJ4題的聽力 參考書 OK 因為聽 聽力考的比較難 所以你一定要去聽聽聽力參考書 那 教材只專攻大家的日本語 至於簡單新聞機 初級讀本他只有瀏覽 如果簡單新聞他有讀很多的話 還是這個初級讀本 如果再可以讀手一點 不過他第1大題跟第2大題已經滿分了啦 喔 那可是簡單新聞他裡面也有那個啊 又有聽力啊 初級讀本裡面有聽力 他說未來會再加強閱讀的廣度 那老師會關心 詢問 讀書 讀書 你現在讀到幾課 我就會問每個學生你現在讀到這幾課 然後適時的鼓勵啦 鼓勵 我覺得老師更像心理師 知道學生會遇到什麼情況 你大概學到什麼尺度會什麼情況 因為我教學太多了 我教十幾年了 你要教我幾百個 我大概知道 大家會遇到什麼狀況 讓我在學日文 讓我 讓我學日文比較安心 比較安心 唸的很努力 忘的 一樣很徹底 但是每天讀日文已經變成日常了 所以忘了再背 背了再忘 這是正常的 就是 記憶力很好 頭腦很好的 是少數中的少數啦 大部分的人 通常一個單字可能要 背起來 又忘了 忘了又背 背了又忘 要很多遍才有辦法 可能要十遍十遍 所以忘記是正常的 忘記再背就好了 你一個字 背了很多次 你就會 你就會變成永久記憶了 所以忘了再背 然後你要一直不斷的復習 不覺得特別的挫折 可能就是熱在其中的關係吧 這個就是 因為很多我的學生很多都是成年人 他們不是日文系的 他們都是當興趣在讀 所以他們讀這個是很快樂的沒有壓力的 除了考檢定有壓力 可是有一些日文系的他們 沒有卡到幾級不能畢業 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那我發現沒有壓力的人 他讀得比較好 他覺得這個蠻快樂的啊 每天 看我的影片學日文 而且我上課會講很多廢話跟笑話 所以大家比較讀起來比較不會睡著 而且你一定要去考試才有目標 如果沒有目標的話 你讀那麼多本到最後也讀下去 隨著念的時間多了 漸漸感覺比較容易記住了 你會一直念一直念 念那麼多遍到最後都記得住 每天慢慢的堆積成小小的成就感 感覺離心之向往的 日本更進一步了 真的很感謝老師用生命在教學製作這麼棒的教材 好 想起去年第一次看懂Sukia Sukia就是我們台灣有那個啦 那個賣牛洞的Sukia 那他為什麼叫Sukia 他為什麼叫Sukia 有可能有兩個講法 好這個 Sukia這個是喜歡 Sukia就是很喜歡的店 Sukia這個是很喜歡的店 但是他沒有寫漢字 第一個可能是這個意思 那第二個這個Sukia Sukia我們說是壽喜燒嘛 就日式牛肉鍋嘛 壽喜燒嘛 那因為那個日本牛洞是用那個 日式牛肉鍋的那個 那個湯底去熬的啦 所以他 所以那個Sukia 那個什麼 我們台灣有很多在五六十間嘛 好像現在 蠻多間的 那我家附近就兩間 我家在騎 五公里裡面就兩間 Sukia的話 他是取締的是 Sukia喜歡的店 然後這個是Sukia是壽喜燒 所以Sukia牛洞 這個家 這一家什麼 素食店 他是名字是這樣來的 這是我看日本的那個 名字的由來 他為什麼要這樣取 好像是這樣子 雖然說 他學五十一 他第一 第一次 看懂Sukia 他就 他就很高興 真的是 無法言語的美好 因為有時候 你學這個東西 你有看懂什麼 還是你有考上檢定 還是你有 聽懂什麼的話 你覺得自己有進步的話 會蠻 蠻有成就感 另外我還發現 跟著影片 影片 記筆記的附加好處就是 老師達字教學 所以我每天都看著正規日文練習 因為我上課都一直達字啊 所以他就邊 他這樣 每天這樣寫 每天這樣操 所以他 也習慣寫日文了啦 他說假以假以時日應該可以 唸出一首標 標準票日文字 我這個是印印刷體啦 R15AO 對 他就超久了嘛 超久他就寫 他已經寫習慣寫習慣寫日文了啦 所以我相信他去寫的話一定寫得出來 EDI他有做中翻日訓練嘛 他有看那個中文翻日文 所以他講是ok的 就是 把他學過講出來是ok的 而且他每天在操 所以他 你要考他寫他也ok啦 好下去 他說12月 剛剛 考完的時候這個日本妹妹來台灣家裡做課三週 就是他未來的日本媳婦 來他家三個禮拜 我們拼湊著日英文加上肢體語言溝通 因為他才考五級而已 他的單字量是遠遠不夠的 五級的話 五級可能才學 1000字吧 可能才學1000字還是1000多個字 對他的程度可能就是他可能要在學到 學到四級三級甚至二級 他在學好幾千個字的話 我在學五六七八千個字的話會更好 不過他這個學生很厲害 他只要時間拉長的話他後面那些就考到 因為他很未讀 所以他就是 因為 他的未來的日本媳婦來 他們家 他們來台灣玩 然後他就是帶他到處去玩 日本妹妹分享很多不同的文化習俗 例如小朋友的七五三節 然後什麼成年日本成年禮 還什麼 稱呼的方式還一起唱 日本歌等等 愉快的留下了有趣的回憶 對啊 這個不錯 然後那個日美妹說回加拿大的還寫的感謝信給我 因為他兒子在加拿大讀書 然後這個日美妹應該是他的兒子的同學 然後變女朋友 說他還不會中文的爸媽六月要來台灣玩 他覺得我們溝通應該沒問題了 就是未來的親家要來台灣玩 那他 學日文現在幾月了 現在一月三一月半 加油順便順便考試級 七月考試級六月要接待 日本的親家 小孩都已經見過雙父母了 現在是 父母要見父母了 兩邊的小孩的父母要見父母了 這個 好 要好好的找待 哈哈也許是客氣話但是 對我真是莫大的肯定 讓我更有動力往日文這個慢慢長路前進 那我會覺得就是 如果這個女生 之後要跟我們台灣男生結婚我會逼他學日文 我會逼他學中文 這樣 離上往來嗎 你不能 你不能讓你懂意思嗎 如果他將來要加到台灣的話你也是要還是要比他學中文 謝謝老師 群組的前輩常常分享日文相關訊息 我有個日文群組 裡面很多人一起考 大家去日本玩旅遊資訊什麼一大堆都會貼上來 還蠻那個的 還蠻好玩的 未來我計劃一年 考一一個等級 一年考一個等級 不是一年就直接考一次 是一年考一個等級 他說 因為工作很忙啦 科技業 慢慢讀就好了 然後繼續享受讀日文的美好 然後這個 學生他比較習慣拼那個聽說啦 他因為他比他的習慣讀法是讀大家 日本一到五十克嘛 他就是用點讀筆在跟著念嘛 然後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啦 所以我將來就是我接下來會上那個 大家這個系列我會上再上那個大家這邊小說一小說二還有 有空的話再上終極一二三四喔 因為他有點讀筆 你一刻一刻 大家跟著點的話大家 點九話就慢慢會講日文啦 點九的跟著念會慢慢講日文 所以我 我將來方向會比較偏這個 那因為我的二級三級一級的那個什麼 上級讀本我已經上很多了我還是會上只是會上的比較慢 那主要是以這個 就是比較能夠聽說的這種課本 之後會一直上 大家日本系列一直上下去這樣子 這個會上比例這上比較快 那其他的會上只是這個會上比較多 所以祝 老師日文班的同學 學安 學安沒聽過 事業 事業學業真正日上 新年快樂 喵賞盡上 因為他的他的那個 大頭照很喜歡放一隻 都喜歡放一大堆貓 所以都叫他喵賞 你現在是他平常的讀書流程喔 他說早上起床喔 就是 你會發現考高分的同學 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就是 課真 從早讀到晚 扣掉上班時間 能夠讀書的時間就做來讀 扣掉上班時間還有辦事情的時間 還有什麼 其他什麼事情的時間 其他能夠讀書的時間就來讀 然後第二個他們讀的量絕對是超過 那個那個等級考試的量他們多讀很多 所以多讀很多程度比較好就比較好考 然後第三個他會用很多他會看很多參考書 喔 就是寫題目也是很熟 大概他們的課程他就這樣 然後第三個第四個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讀的都不是很痛苦 他們讀的都是很快的 因為他們通常 就是讀日文啊就讀習慣了嘛 每天都摸一點摸一點摸一點 而且他們都可以找到用日文的地方 哎 你一直讀你沒有去使用日文的話會覺得蠻無聊的 懂 他說要早上起床就開始看老師的這個影片 然後 看課本然後聽CD 上班途中 開車的時候就什麼 就聽CD 老師課程影片還有CD 早餐 早餐 吃早餐還可以開會邊看那個單字文法卡片 喔 他說他用這個APP這個東西 很推 這個東西我沒用過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搜尋 喔 那早餐的話 我覺得你 我 就是你可以放那個啦 客文P3 只要你吃早餐是一個的 你不會吵到其他人 你就 吃早餐 中餐晚餐嘛 你這樣早餐中餐晚餐加起來應該 一天最少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嘛 那你就放著聽嘛 這樣你就可以換 你就很多時間可以聽日文嘛 但是你要聽你 聽你 學過的喔 你不要聽那個什麼沒學過的日據 你程度還沒有到會聽不懂 你就 聽你 什麼單字書啊 聽力書啊 還是 你那個等級的那個 客文的NP3啊 午休時間 啊午休時間也在 中日翻日 複習 他會做中日翻日 下午開車 途中 下午開車又在聽日文 又開始聽日文CD的 然後背料煮晚餐 老師的課程 課程 聽力 課程眼音還有CD 我靠 那不就整天都是我的聲音跟然後那個日文CD的聲音 晚上 點讀筆跟讀 做習體複習 我靠 太用功了啦 睡前運動時間 老師的課程 音音 課程CD 睡覺 睡覺之前還會在聽CD喔 假日 老師課程筆記 課程CD 所以他要考這麼高的分數 不是意外啦 他幾乎就是上班之外的時間 還有坐家室之外的時間 全部都在看書了啦 全部都在直播日文了啦 那你懂意思嗎 那你想想看喔 他已經花那麼多時間在聽CD的 他聽力才考30 為什麼 因為他從 9月才開始聽那個 就是他 3月開始 學嘛 就是 3月到這個 3月到這個年底12月 3月到9月他就聽 課本CD 然後到9月才開始聽那個 所以 這邊什麼 各位同學你一定要花很多時間聽 如果你沒有 課本都沒有聽的話 可能連30都考不到 那他聽力我預估應該可以考40 那為什麼他只有考30 因為他後來有發生一個事情喔 那這個是 他 特地的主意我要講這個事情喔 這很重要喔 他說 他提醒各位同學喔 說答案卡的問題喔 因為他也是第一次考試啊 而且 而且答案卡是在 我記得答案卡這個東西是在我 這個 高職二年級喔 高中二年級 我那個時候讀那個 桃桃桃農工 汽車科二年級的時候 第一次有答案卡這個東西 喔 那我今年43歲吧 那我那應該是25年前 我們台灣才第一次有答案卡 這個考試制度 然後 超過我這個年紀的人 他們是知道什麼叫做答案卡的 喔 所以他們第一次考試 檢定考之後發那個 答案卡下來的時候他們會 沒考過會有點怕怕的喔 我們看一下什麼叫答案卡 我要講一下這東西 我教幾個同學他們都有這個問題 就 答案卡 這個東西就是答案卡 日檢考試是有答案卡的 就是 我們把它放大喔 答案卡這上面有 我再給他放更大 答案卡上面會有ABCD 答案卡上面會有ABCD 等一下喔 幫大家報告會清楚 答案卡上面有ABCD 日檢考試4個ABCD 所以你要帶那個鉛筆 2B鉛筆 那顏色深的比較好 你要帶鉛筆X 然後你要在上面 填ABCD 你一定要填在這上面 OK 你一定要填在上面 那你聽力考試還是什麼考試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一本是 一本是題目嘛 有一本是題目 你沒有10張10張 你在上面 寫了之後你要趕快馬上填在填在上面 你要填在這上面 因為很多人他你寫一題就要填一題為什麼 很多人是習慣我整本卡完 我整本在填 我整本卡完我整本在填 那如果 到時候那個時間到了 然後你還沒 你發現你第一次考你不知道填的 你忘記填寫的時間 考試的時間 你會很慌亂然後這樣 很快速的填 你可能會填錯 填錯的話 你填錯一題順序 後面整個都錯 所以你一定要寫一題就填一題 寫一題就填一題 這樣比較保險 好那我們看回來 然後他他第一次考試要遇到一個很扯的情形 你看一下 他說他說考試一共三堂 第一堂是什麼 單字 單字句子重組 第二代理詞閱讀 文法 第三代理詞聽力 一共三堂考試 然後第二堂考試的時候 老師發錯 發錯答案卡 第二堂考試應該是閱讀跟文法 第二堂考試是閱讀跟文法 結果他發到第三節的 答案卡 發到第三節聽力考試的答案卡 第一節是單字 語會 第二節是閱讀 文法 第三節是聽力 因為那個這個老師笨笨的 他發錯了 因為 我日檢我大概考了快20次 我通來 而且我教那麼多學生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情形 就是 那個那個老師他發錯 發錯堂的答案卡 他把第三堂的發到第二堂 第三堂聽力的發到第二堂閱讀來 所以那個老師發錯答案卡 然後我就說 然後 我寫了兩題之後被收回去 就是 就是後來就是這個老師他發現了 他發現錯誤了 所以他就 但是大家都已經寫了幾題了 所以就全班再把它收回去 全班再把這個答案卡收回去 因為他發錯了 這個很嚴重 然後 考到第三堂聽力的時候 我猜 那個時候是發下 我已經寫了兩題的答案卡 那因為這個學生是第一次考試 而且考TD他可能很緊張 然後就說 所以 我一緊張就從第二大題開始寫 因為他第一大題已經有寫兩個 有兩個答案 第一大題可能是五題 五小題 因為他前面上面已經有寫了 所以他 他一緊張 因為他也沒考過這個 所以他是從第二大題開始寫的 他第一大題就怎麼樣 就空過去了 但他等到他發現的時候 他就一邊改一邊聽一邊寫 因為他 他是從第二大題開始填 但是他應該是要寫第一大題 所以後來他就發現他錯了 因為那個聽力考試是不會等著他只放一遍 所以他就邊擦掉邊改邊聽邊寫 所以就 很混亂 那我說你那你原本應該如果沒有這個事情應該可以考試試吧 他說 他說如果沒有被影響的話 他說也不一定啦 只是想提醒各位同學 要熟悉填答案卡 而且我這個 我這個年紀以後的人 大概已經很習慣 很多大考都是要填答案卡 可是有些人他已經 幾十年都在45歲以上的 他已經 沒有填答案卡 而且很久沒考試 所以他會緊張 而且是大家第一次考日文 然後說他提醒我說要講這個事情 我說我影片會講 謝謝 那我說有看到你就會賺到啦 因為 你有看到的話你比較知道 填答案卡這東西 你比較不會 心裡比較有準備 我說你第一次考檢定都比較緊張啦 以後你都考幾次 你就習慣了 你就不會怕這東西啦 那就說對啦 好 好 這樣 這樣懂嗎 所以 我做這個心得給大家看 就是說 因為有些人還是會差幾分沒有考上 很可惜嘛 懂齁 那有些人是 第2次還是第3次 他還是差幾分沒考上 所以我才要做這個心得 你可以去看人家的這個讀書的量 還有他讀書的確實的程度 他不是影片看過去 然後就 沒有複習喔 因為你你影片看過去你還要複習 你還要 你要至少要背單字 你還要聽的話 你還是考得上的 只是說你做到像他這麼確實的時候 你分數才有辦法考這麼高 這樣這樣懂嗎 這樣懂嗎 所以他這個 今天這個影片還沒有意義的 好那我相信這個 這個喵賞 他他其實講難聽一點 他這個150分 他這一次 考N4也是會過 N4的話 再扣個30分 30分還是40分 所以他就算去考 N4我預估也有110分到120分 那你110分到120分 N4還是過啊 因為N4幾個分數是90嗎 因為N5跟N4是很像的東西 所以你N5如果考很高的話 考N4也是會過 可是 好 這樣解釋一下 好 好 N5跟N4是很像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同一個等級 那N3跟N2是很像的東西 然後N1又是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日減的話如果 比較寬鬆來講的話 他其實只能分為三個等級 因為N5和N4算是比較同一個等級 的東西 那N3跟N2是比較同一個等級的東西 所以N1是同一個等級的東西 所以你N5如果考超級高分的話 你考N4也會過 就是在扣了三四十分也會過 你N3如果考很高的話 你搞不好你考N2也會過 但是你N2如果考超級高的話 任由選擇N2考140 就去考N1 好像才考到七八十 因為N2跟N1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班字 文法 閱讀 幾乎差很多 所以你N5如果考很高的話 你就可以 你在考N4就會很輕鬆 那你如果N3考很高的話 那你考N2也會很輕鬆 因為它是類似的東西 類似的東西 你要跳級N4跳N3就會比較難 因為東西完全不一樣 你要N2跳N1就會比較難 因為東西不一樣 所以我是建議這個 這個喵賞 因為你上次12月已經 N5已經考這麼高了 你這次7月應該直接就考4級 不要再等到年底考N 講難聽一點 你上次考 你上次考5級的成績 就可以過N4了 只是說 你再把它讀多一點 讀爛一點 因為你現在應該是讀到30級課 那你 在日本那些讀一讀 簡單新聞讀一讀 然後有些什麼 你就讀 你就盡量讀 讀超過7月就可以考N4了 那如果你真的想年底再考的話 也可以啊 什麼沒有 這個不強求嘛 反正是你一定會過的啦 你的N4一定會過的 所以你 也不用擔心 好就講到這裡 謝謝收看拜拜 拜拜